感谢大家 刚才主持人念的有点多 其实今天我分享的东西稍微简单一点 我来自北京严严大学 我主要的研究方向就一句话 就是我是做昆虫分类学的 昆虫分类学 可能大家听着 昆虫很熟悉 但是什么是分类学 作为一个分类学家 我日常的研究方向分为很多很多个方向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我们时间也有限 在座更多是小朋友 为了让大家都能更有兴趣 我讲一个大家最有兴趣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呀 捉虫子 所以今天我的汇报的题目叫做 我是一个甲虫猎人 什么意思啊 就是讲一讲我抓甲虫的故事 那么大家听了 觉得这个抓虫子 好像是一个很简单很小的事情 小时候是不是都有些同学都抓过虫子 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 我小学的时候我就开始抓虫子了 我跟大家一样 都是北京的小学生那时候 那么当时当然我们学校 家长管的也没有那么严格 我们学校树上长了毛毛虫 我就会把这毛毛虫抓回来 搁到铅笔盒里 上课老师讲课 讲得不好清的时候 我就拿毛毛虫拿出来盘一盘 当然这个是小时候的抓虫子 那么当我现在 我变成了一个大学老师之后 我是怎么抓虫子呢 换句话说 作为一个专业的分类学家 怎么抓虫子呢 首先给大家展示一个 我抓的虫子 换句话说实际上是 我想显示一下 我显背一下 我抓这虫子 这个虫子非常厉害 为什么说非常厉害 首先看看这个图 这个虫子是从哪抓的呀 这个位置是中国的西藏的普兰县 位于中国尼泊尔信度三国交界的地方 非常难去 非常远 那么这个虫子抓的已经不容易 那么这个不光是它不容易 而且是什么呀 这个鼠叫做 这个鼠是喜马拉雅西段的一个特有鼠 迄今为止只知道两个种 而且不光只知道两个种 这已知的两个种 科学上有报道的标本 只有四头 我这是全世界这个鼠知道的第五个标本 厉害不厉害 而且是一个新种 那么今年我们刚刚发表了一篇文章 就是描述这个标本 那么代表了中国这个鼠的一个最新的发现 并且描述了一个新物种 那么这个就是我这一个物种 已知的唯一一个标本 我们这篇文章发表之后 我总结 这个文章写起来很简单 内容也很简单 但是它最难的在哪啊 我说最难的就在这个采费标本 就是抓虫子这件事情上 大家可以看这个地图 稍微可能这块稍微展示有点小 那么就是在非常非常靠近 印度和尼泊尔边境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海拔有多高啊 4800米 往上一点就是永久的这个冰川动员 那么这个鼠的所有的遗志标本 全都是在这种4000米以上 非常临近冰川的地方采的 是不是听上去还是挺厉害的 这个就是一个采 抓虫子的例子 那么我们像我们那一次 就是2019年 我们去了西藏 总个转了这么一大圈 我们当时主要关注的地方 就是这个西藏的西南部 最远跑到多远啊 最远跑到西藏最西南角 阿里 听说过阿里这个地方没有 西藏是中国的乌脊 那么阿里是什么 称为乌脊上的乌脊 是整个海拔最高的地方 那年我们踩步甲 踩到了海拔最高的地方 踩到了海拔五千六百米 五千六百米什么意思啊 我们说了 风景上 这个氧气是地面氧气的三分之一 那么我们跑到地方 大概有地面氧气的一半左右 那么我们右边展现了三张 西藏的这个风景照片 这三张照片呢 不是给大家看西藏风光的 那么介绍了我们核心采集的 三个主要关注的深境 第一个可能是海拔大概五千米左右的 这种高山的历史滩加上洞源 这个地方我有很多我关注的甲虫 第二个是这个中海拔 三四千米的这种高山的云雾林 第三个这个是一个干热河谷河边的这个河滩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踩到了非常珍贵的这个标本 这个物种实际上是一个在克什米尔分布的 也是首次在中国所记录发现的 像这样的采集 我每年平均 今年不算 今年特殊情况没有出去 我平均每年都要花大概一到三个月的时间 在野外捉虫 那么你说剩下时间干什么 剩下时间我在实验室更多的时间是 制作标本 制作之后把它们分类鉴定 如果有什么新的科研成果 我撰写文章发表出来 这些都是我制作 或者说收集的一些不假的标本 那么 所以说总结来讲 我认为作为一个分类学家 我最核心的工作是收集标本 分类鉴定 撰文发表 并且让我的类群 我撰写一些成果 让大家对我的类群的有所认知 以此作为一个鉴定的依据 那么刚才我讲了这么多 讲了我一个分类学家做的事情 那么我回来再稍微补充一点点基础知识 刚才我说了 我是一个甲虫猎人 什么是甲虫 昆虫是昆虫缸 甲虫是昆虫当中的一个缸 它识别起来非常容易 我们都知道 所有的昆虫都有两堆翅 前翅和后翅 甲虫是什么呀 看到没有 这张开翅膀的甲虫 它的前翅加后硬化 形成一个叫做翘翅的东西 把身体保护起来 所以甲虫称之为翘翅膜 非常容易识别 那么甲虫是昆虫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类群 为什么重要 我们看这个表格 那么在所有的生物当中 现生的生物 已描述物种 大概有190万种 在这190万种当中 有145万种是动物 在这145万种动物中 有115万种节制动物 在这其中 有大概100万种是昆虫 所以说昆虫占了 所有已知生物的一半以上 那么在昆虫中 甲虫是最最重要的一个类群 已知物种数量达到38万种 这个数量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我们现在我们所有制造的熟悉的 人 哺乳动物 鸟类 兽类 蛇类 鱼类 加起来 不过6万种 甲虫比起来 它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类群 那么我们身边有谁是甲虫 看 萤火虫 瓢虫 枪狼 等等 是不是都符合刚才我对甲虫的说明 但是我的研究方向并不是整个的甲虫 那么下面这展示了我最喜欢的布甲科 布甲科全世界有4万种左右 中国有4000种 刚才我讲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级的布甲 那么布甲中实际上也有很多漏种 没有那么高级 你像我这展示的都是北京 甚至大多数这里面展示的大多数种 在我们北京的城里或者平原地带 就很容易见到 北京大概有200种布甲 大家感兴趣的话 今后可以去慢慢地寻找 那么这些布甲标本 我们是怎么采集的呢 那么布甲有一个生活的习性 它是什么呀 白天折服 晚上才会出来 白天躲在什么地方 躲在这个石头底下 草根下面呀 晚上出来捕食 白天是我们咱们采到 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我们出去 看到没有 这种石头下面 我们去把石头扳开 有时候就会发现 布甲在底下躲着睡觉 躲避什么呀 躲避天地 鸟 兽 或者躲避我们这种抓虫子的人 那么我们把石头翻开 就可以把它们抓到了 另外一种方法 这个是一个很高效的方法 我们在野外 尤其这种草坪 草地 或者说是这种临下的环境 我们在地上挖一个坑 把这种一次性的塑药杯 埋在地表 地面下面 让杯口和地面批平 然后往里面搁一点点 甲虫喜欢吃的东西 喜欢吃什么呀 最简单了 陈醋加白酒 把这两个一比一对上 我倒到杯子里一点点 然后回到我住的地方 然后第二天再来 晚上这个布甲出来活动 就会掉到我的陷阱里面 然后就被我抓到了 对吧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 我们非常喜欢的生镜 河边这种开阔的河滩 这个上面有很多的布甲 但是采集这种布甲 并不容易 因为河滩上面石头太多了 我们不可能一个一个翻开 那需要怎么办呀 我们晚上会打着手键 打着头灯 我们到这个河底去找 我们会发现 白天很安静的河滩 到了晚上 情况就是不一样的了 这些布甲 像下面这张图一样 全都站起来了 在河滩上走来走去 我们是不是就能很容易 把他们抓到了呀 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 怎么抓虫子 那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布甲叫做山立布甲鼠 在中国专门分布在海拔 非常非常高的这种高原上面 就是在整个的四川的西部 包括西藏东部 物种非常繁多 我展示这两张 这两个虫都非常好看 但实际上是同一鼠的两个物种 那么它生活在什么环境 看这样的图 这个是在西藏的南部海拔 大概也是4800米左右的 这种高山历史滩上 在这个雪线和这个碎石坡上是没有的 我们看到边边上是不是有一些长了草的地方 这个长草的地方 有些碎石 我们白天去把这些碎石扒开 就会有可能踩到这种非常好看的这些布甲 那么刚才我讲了这么多的同学 一定有疑问了 说你为什么总是要去那种 那么难去的 这么辛苦的地方去踩布甲呀 大家想一想为什么 首先这个地方难去 那么你踩到标本 一定是比较珍惜的 对吧 比较珍惜的 那你就有可能会发现别人 没有发现过的物种 第二 这个是我着重要讲的 在整个的横端山区 地形非常复杂 而且地质变动非常复杂 你中国大的地震 几乎都在西南的横端山区 这个地方地质变动非常复杂 物种进化速度也快 物种隔离性也强 那么在这个地方 可能我每隔50公里 不同的山头 我就能踩到不同的物种 而在北京很有可能 我们北京的物种 一直分不到东北 也有可能一直分不到新疆 那么可能我踩了 两千公里的路 都踩的是同一个物种 那么再看这个标本 这个非常好看 这个是在四川海洛国海拔 四千米左右的 这种高山杜鹃矮冠丛上面 我用碑柚踩到的 这个大布甲 你看身上闪着光线的 金色的星星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 那种生镜 叫高山云雾林 在这里面布甲数量非常非常多 有时候一天我可能能踩到 很大的样的标本 那么有的同学已经问了 说老师你跑到这么多的地方 野外遇到过 没遇到危险 那我想作为一个昆虫学家 野外我觉得遇到的危险 很多都是我能控制的 因为为什么 野外昆虫上面的危险 我非常了解 那么其他大的动物 我也不去招惹它 但是在所有昆虫中 最危险的是什么 这展示一个图 我认为所有昆虫中 最最危险的就是这个湖峰 我在野外也遇到过湖峰 一般我不去招惹它 但是我们采集 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叫做振步法 什么叫振步法 我拿一个布 右手拿一个棍 我去把这个甲虫敲 树枝什么敲落 敲落到我的这个振步上面 我就可以把甲虫踩回来了 对吧 有一次我一不小心 就敲到一个这玩意儿 把这玩意儿敲到我的布上 哎呀那可不敢不得了 我一看我赶快跑 跑了之后 把我所有东西都不要了 我跑开 然后等了大概可能半个小时 看着那会儿安静了 我赶快把我的工具拿了 我跑掉了 那么刚才我讲的是 我的布甲肯定有同学也问了 老师你踩的布甲为不危险 我的布甲大多数都不危险 但是也有一个家伙危险 这个家伙危险的叫什么 叫做屁布甲 屁布甲属顾名思义 它危险在哪啊 它危险在它会放屁 有同学说放屁算什么本事啊 这个一点都不厉害 那它的屁跟你的屁不一样 它的屁温度可以高达150度以上 哎呀这是粉烫的屁 有时候我们拿手一拿到 就听嘟的一声 整个手会给烫红 而且非常烫 又烫又灼烧得很疼 那在野外怎么抓这个屁布甲呀 我有时候会拿一个大的镊子 拿镊子把它夹起来 装到瓶子就OK了 但是偶尔我也会没拿镊子 没拿镊子怎么办呀 我没拿镊子可以拿脚踩住它 你会听到脚底也不一声 再踩一下 不又一声 可能最后把它也就不个三四线 最后感觉没有力气了 为什么呀 它体内的防御液用完了 它没有放屁的功能了 这时候就可以用手抓起来它了 对吧 那么这个屁不甲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高温的气体 这个是整个昆虫中 防御系统上 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例子 前一段时间我查了一篇文章 看到了这个屁不甲 这是它的防御系统 右边是一个示意图 它的防御系统分成两个部分 那么它的这个屁放出来是什么 我昆虫学研究了 它屁放出来的高温的东西 主要是右边这个化学物质 叫做本昆 那么它在它的防御系统里面 实际上在基部的 就是这个蓝色的这个防御线里面 它储存了两种化学物质的混合物 分别是过氧化氢和本分 过氧化氢和本分 在正常的情况下 是不会发生反应的 但是当它经过了这个 过氧化物酶的催化的时候 它们就会发生反应 生成本昆 并且同时产生大量的热 这个就是它的屁的来源 我们看下面这个粉色的这个区域 储存的是什么呀 过氧化氢酶 那么我过氧化氢和这个本分的混合物 遇到了过氧化氢酶酶之后 那么就会产生这种高热的屁 一下不放起来 这个就是一个屁不甲放屁的意思 那么讲到最后 我想用这张图来给这个辉报做一个结束 这张屁不甲看着也不好看 看着非常普通 甚至说你看缺胳膊断腿 大家看右边这个标签 就中间这个白色 灰白色这个标签 上面展示这个标本的采集信息 它是1900年在印度南部的班加洛尔采的 印度南部 现在是一个人口非常繁华的地方 1900年 这个虫子 它的这个 这个这个年纪有多大呀 比我爷爷大十岁啊 年纪非常非常大 它是我在2013年时候发表的一个新种 这个新种发表的时候 只知道这一个标本啊 这个标本非常稀少 而且这个提示了什么呀 很有可能在我们现在 这个物种已经不存在了 对吧 它的采集地方是一个非常繁华 非常非常人口密集的地方 我前段时间在果壳上看了一篇文章 说过去26年 我们可能拯救了27个物种以避免灭绝 看这个时候 我非常非常感慨 很多的保护生物学家用了很多的例子 去避免了这些物种的灭绝 但是呢 我们昆虫 我们昆虫很卑微 有大量的物种 可能甚至在我们人类灭绝 人类认识它们之前 它就已经灭绝了 你像这个物种 它非常幸运 它幸运在什么 它在一百多年前被当时的这个甲虫猎人 把它采集了 收藏到标本馆里了 得到了今天能够让我们去认知它们 但是是不是还有更多的甲虫 它们仍然隐秘在森林中 它们的栖息地受到了非常非常严重的威胁 但是它们甚至都没有机会被人类认知 甲虫很卑微 但是它们仍然值得拥有一个名字 这个就是我们分类学家 今天在努力做的一件事情 也许我们不能拯救它们于灭绝 但是我们能够把它们带到标本馆 给它们一个名字 好 谢谢大家 我的讲座 到此结束